我覺得書店的價值是來自於書 那只要書有價值的話書店就會有價值 文學性的或者說比較思潮性的書籍它會永遠存在 那工具性的書籍或者是知識性的書籍很多會被網路取代的 所以我想書店未來它的方向它的價值會在於人文的那個層面 我覺得台灣的獨立書店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實是人而不是書 台灣的是獨立書店每一家獨立書店自己的老闆都有不一樣的特色 不一樣的性格不一樣的想法 它的書店反映的是這個老闆的性格 近來獨立書店或許它沒有買書 但是透過這個書店裡面它的閱讀跟老闆的互動 還有在那個實體書店裡面所辦的活動發生的事情 可能是音樂的可能是戲劇的我們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文化 用不一樣的方式傳遞下去而不是只靠文字跟書本